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那个观测站的查员资料的这个网址在底下 那这个网站呢,主要就是有一个圈,它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每天的需求是这样 它每天就是要点一下,然后把这边的资料把它存起来 这边再点一下,然后再下一个下一个 等于是说有这么多清单,它每天都一直要点清单 然后把底下的东西复制贴起来,复制贴起来 它是觉得说这种动作其实非常愚蠢,而且每天都要做 它觉得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的办法,当然是有 我刚刚讲过了,其实这个除了说可以用Python来做 其实用那个VBA也做得到 只是说在VBA里面的话,我是觉得工具可能没有像Python这么完整 像那个录制这动作,在VBA里面就没有 并且说有些东西你就要自己去查对应的程式码 还有每个上面的元件,就是Element的名称 你还是要按右键检查,把那个名称查回来 你就不能够像刚刚那个外挂这么方便 因为它都帮你写好,你只需要什么? 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懂得录制你要的对应的程式码动作 然后并且把那个对应的程式放在程式当中 然后等到它run完之后,你把取得的那个程式码 抓回来之后,再去抓到你要的那一个部分的资料 你就可以不断去抓了,所以我demo一下 待会的话,其实我们的需求 一,当然我们可以把刚刚那个动作 其实那个动作怎么录呢?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彩排一下 这跟录制那个VBA很像 其实不怕是什么?要什么?点一下这个动作 有没有,点一下动作,然后把它录制下 你看一下那个对应的程式是什么 然后2的话把它放在程式里面 3的话把它runrun看 ok 再来就跑个回圈 因为里面的话 这边按右键 检查一下 里面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清单 有没有,这个地方的话slate 它实际上就是 在那个html 下拉清单就是select select name 有没有,station 然后里面的话有这么多option 所以它是放在option里面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option 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呢 就第一次跑0,第二次一直往往往 全部跑完 然后跑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点击的那个结果 把它叫出来 然后并且把它得到的那个source 那个网页的source 把它透过beautifulsoup 再去找到我们要的那个底下的东西 并且把它存档起来 ok,类似像这样,我demo 把最后做完的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做完的程式啦 其实程式也不多 但架构的话跟那个 刚刚写的其实差不多 一曲同工之妙 差别只是说因为要跑回圈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去把资料 这个回圈 把它怎么样 这边有个串列 ok,然后呢 分别的话丢到 我是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把得到的那个资料 return回来 然后再放到我们档案里面 ok,最后就把它存档起来 我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就跳出来了 那特别注意 它会有个时间差 所以我就让它漏的时间比较长 大概等个五秒钟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 就有点像什么 诶 有点像那个 被人家远端遥控的那个感觉 一直在动 奇怪,人家看到这东西 奇怪,你滑水没动 为什么你电脑在那边动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是模拟什么 这个 刚刚的Chrome Drive 那个Chrome Drive 就可以控制这些东西 让它全部跑完之后 你会发现 我除了可以把它print出来之外 我也让它把它存一个档 存档的名称 把它存成什么 html.csv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最后refresh一下 你可以看到html.csv 打开来的话 它就会自动把它放到Excel里面 并且把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 通通存完了 OK 完成 但是要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我只有做一个 什么叫只有一个 就是说这边的话 侧站 有没有 我只有做所在的县市 其实我只有做台北市 底下还有什么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 一直到 连江 太多了 如果你做得到一个 其实底下就是什么 再跑回一圈就好了 有没有 只是说算了 后面东西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 如法炮制一下 如果你做得到前面 后面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前面都做不出来 后面当然不用讲 我建议就是 我们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看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 我把那个程式拆成三段 我们刚刚看到是第三段 就最后final的 第一段怎么做 其实第一段并不困难 先抓一个 抓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 我就是先用什么 先用那个 这个 刚刚的那个工具 直接先去录制 录制之后 我发现 他录下来的话 总共其实只有三行 应该说四行 第一行是 到那个网页 第二个的话 他做一个什么 click 就是select 那个名称 叫station 就是那个 选取的下拉清单 click 然后去找到台北 然后并且最后 他好像还会多一个click动作 就是会有两个click 一个click 下拉清单 click可能是收起来 一个click是展开 一个click是收折回去 OK 所以会有两个click 总共会有这四行 那不过我在这个中间 我多放了一个叫tie sleep 为什么tie sleep 因为呢 我担心说 因为他收折的时候 怕说他资料漏 会不会有个时间差 如果你等于资料还没漏下来 那你就去抓 可能会抓不到 不过我用两秒 后来发现 其实一秒就够了 因为那个资料很少 一秒大概就够了 所以后来我后面 好像都改 改成一秒钟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就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 并且 底下的话呢 一样 把它的 漏到的资料 里面的原司码 把它存档起来 放在html 不过底下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什么 BeautifulSoup 应该还记得吧 BeautifulSoup 里面有个方 就是我把这个html 放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BeautifulSoup里面 然后呢 产生一个SP的物件 SP物件里面 我就让他去什么 FindAll FindAll Td 为什么FindAll Td 因为我要抓的东西 基本上呢 就是点击它之后 然后按滑鼠右键 检视原司码 其实我要抓的是这个东西 底下这个东西 按右键检查 那我想说 到底要怎么抓 比较简单 那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它是放在哪个位置 放在这里 实际上是包在Td里面 所以后来 Td它后面呢 其实没有class 没有class怎么办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反正FindAll 所有的Td都 帮我全部抓回来 那我后来就用一个方法 因为它好像没有class 所以我就用算位置的 跟之前那个table很像 后来算完之后 我发现呢 我要的资料的位置 刚好在第几个呢 这个好像是第七个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好像第十二 所以呢 七到十二这个位置 我要 所以呢 我就在底下 写了一个什么呢 写了一个 这个对照的这个程式 就是七到十二 所以for i in range 那我就什么 Td里面呢 帮我抓第七个 逗点到第十二个 把我这个抓回来之后 并且帮我把它什么 print出来 所以第一阶段 我第一阶段的话呢 一样做录制 所以录制动作 我这部分 我就不再细部demo 你们可以自己再 再试一下 这个有没有 点一下有没有 recall 不过recall 我是建议 因为recall它 好像会又盖到这边 所以你建议是什么 先new一个 new一个新的 名称的话也许是什么 你可以打一个 我随便打一个 AA好 OK 按确定 那再开始录制 不然的话它会把 你录下来的程式 放在刚刚的这个 应该算专案以下 recall一下 OK 然后呢做什么 就开始点一下 然后再点击它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就停止录制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会产生你要的 这个程式 要把它stop 然后expose expose 把它expose 那你会发现 一样 在这边就出现了 click 如果你点同一个 好像它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点的话 可能 预设要先再安部 点台北这个动作 它才会出现 所以这个假设N区 像刚刚这个 就录制就N区了 那你就重新再录制一遍 有点像录制聚集 也很容易N区 然后你可以把这边click 把它怎么样 这边我记得是可以把它整个remove掉的 或者另外再开一个新的 旁边可以去把它remove掉这个case 然后新一个 假设一样 给一个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 一样 record 然后再来就是 我帮我点另外安部 点上去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stop 停止 然后再expose看一下 OK 那程式这边就出现有安部了 所以刚刚如果你都点同一个的话 它不会有中间这个 其实实际上就是 有click是 等于是下拉清单 展开来 底下这个click是把它缩起来 那就点击哪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 放到程式码里面 然后 再来的话 我们先抓一个看看会不会成功 所以 先把这个 比如说先抓什么 抓台北 然后把它print到底下看一下 知心 他就先抓一个 也心不要太大 我是建议你可以渐进的 台北 然后把东西抓回来 关掉 你会发现 抓回来成不成功 成功了 有没有 抓一个OK 刚好它是什么 第7到第12 这些资料 成功了 那再来的话第二阶段怎么样 我们要思考 把这个程式 这个地方 把它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然后呢 再去变更这个串列 就OK了 可是写法很多 我后面是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为什么 因为function你可以丢值给它 然后return什么东西给我 return就是return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我就好了 有没有 return的话给我什么 给我 我要的那一串 刚刚看到的东西就好了 return这个东西给我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return给我的东西将来 写到 那个csv档 用a模式 有没有 写一个 下一个就a模式 就写到下面 写到下面 写到下面 这样就成功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第二段的话 就是把什么 这个是第一个 抓取整个 整个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我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先写一个df 的一个get底线tt 的一个function 所以这个名称叫get底线tt 就是gettt 里面的东西 然后把程式写到这里 将来传的话 就是传一个st 所以我呼叫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主程式本来的 slip 然后呢 上面多增加一个 这个 这个串列 你会想说 这个串列怎么出现 其实主要的 这边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这些东西 我习惯怎么按右键 copy它的什么 copy它的element 把它整个copy 然后呢 再去修改 修改 修改 反正是中间加逗点就好 不过特别说 这很容易出错 要非常细心 因为有些东西 不需要的话 你不要多加 多加或少加都不行 所以我后来呢 把这一个element 全部改成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二阶段 我刚才把这个承受 第二阶段 这些东西 把它盖过去了 其实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哪边有差异 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我要抓资料的东西 我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然后传的话就传st 这个st的话呢 实际上 就是上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哪个名称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写一个for i in station 就是这个station 里面每一个 每一个先丢到i 然后呢 在gettd 传给他的时候呢 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顺便丢过来 给这个function 所以把这个传过来给他 然后呢 里面其实 这个地方做的是一样 click就展开 然后呢 最重要是变更哪个地方 变更后面这个名称 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刚刚程式 这边的修改 丢给他 这个名称 然后他一样click 然后找到那个名称 再把它缩回去 然后slip我改成一秒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之后 爬取他的7到12的那些资料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一个抓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最后把它close 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存档 没有你会发现哦 我把它把它直行 然后这边就抓一个 有没有 但我这边中间呢 让他先停一个五秒钟 因为怕说 如果你太快抓的话 可能会miss掉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这边抓 有没有 那这边会跑 其实也蛮好玩的 有没有 他一边跑 感觉好像两边可以同步耶 所以你上面有什么 我下面就可以抓到什么 OK 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存档哦 那要怎么存档 很简单嘛 前面都讲过啦 我用什么fw物件 然后open一个档 但是我用A模式 把它抓到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 return回来 我把它写到那个档里面去 就完成这个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这个方法 也不是说唯一的啦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尝试看看 没关系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欢迎 可以给我一些feedback 也许 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也许让我知道一下 OK 试一下 因为我之前主要是用那个VBA写这个东西 我用VBA写的话 其实大概概念都差不多 可是感觉执行效率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感觉好像 用那个Chrome浏览器的效率 好像比较高一些些 也这也难怪说 现在Chrome浏览器市占率超过八成以上 甚至已经九成了 这个跟以前IU浏览器市占率是差不多 最早IU浏览器市占率是九成以上 可是乘几何时的霸主 一下子居然 他的现在市占率 恐怕一成都不到 IU浏览器 为什么 不好用 就一直不用它久了就不用了 没进步 然后 公共真的有通病 对啊 跑起来的效率很差之外 可能还很吃记忆体 因为早期为什么用Chrome 因为Chrome吃记忆体 不会像IU那么大 吃那么多 不然的话用IU浏览器吃一吃 记忆体一下就用完了 对 还有一些漏洞 对 而且 微软好像对于IU浏览器也没有特别认真在想要改进什么 然后看着空瘤览器一直不断进步 一直不断改版 但他就是一直看不到人家 然后也不管 反正就烂就烂吧 就摆烂 就让他烂到现在好像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进步 OK 所以 当然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感觉好像用Chrome drive 跑起来是比较顺一些些 试一下